呃,各位观众,大家好,啊,呃,今天呢,就是突然有一些奇事妙想啊,这个跟大家聊一下,如何,呃,让一个国家,呃,这个,炫速的三两年之内,增加20%的耕地啊,呃,这个不是耍魔术啊,这个一团领土,一团,呃,这个一团间啊, 这个国家领土啊,这个变增海大情况下,这个付出无数的鲜血啊,这个,所以说这个两三年之内,让一个国家增加20%的耕地啊,不通过战争方式,确实是,是个什么方式呢,我是这样想的啊,呃,有没有这个可行之处,大家跟大家讨论啊,这个,我就算抛砖引玉了啊,这个,呃,我的方式是, 是这样的,然后这个耕地呢,呃,这个怎么增加20%呢,就是把这个城市啊,全部改造成果园啊,这个,所有的城市啊,呃,这个,道路两边啊,绿花带,小区里面,全部构成果树啊,但是这个果树有燕迹之一,你要比方了呢,可以挣这个,呃, 呃,走树了,山楂了,葡萄了,这个,苹果了,山栗子了,是吧,核桃了,尤其是核桃啊,这个可以吃半年啊,吃一年都不会,所以呢,就是,整个的城市啊,这个,所有能利益的土地全部构成果园啊,都构成果树,那这个果树呢,就实行共产主义啊,到时候熟了以后,大家随便吃啊,这个,呃, 呃,然后呢,这个,立国立民啊,那怎么节约,你把城市全部灌,变成果园,怎么就节约二十,呃,增加百分之二十的根基呢,因为城市全部变成果园,因为城市人口是这样,人口是绝大多数嘛,是吧,所以呢,能团这些,呃,果园呢,就把这些果树挖出来,全部挪到城市去啊,然后呢,这个,呃,能团呢,就不需要挣这些绿花的 呃,苗木啦,现在好多这个,呃,能团啊,挣了好多苗木啊,就是装卖工程式绿化性的,占应耕机啊,所以呢,这些都不应征了,是吧,城市只允许挣果树嘛,所以呢,这些,然后能团的果树呢,都挖出来,挖到城市里去,然后呢,能团的那些果园就变成耕机了啊,这么一算的话,就增加二十,呃,就可以增加这个百分之二十的耕机啊,这么增加的,当然这个城市里面,你像这个, 呃,少林寺是吧,这个里面栽了一些博树,有两百多年历史,这些就不要挖旧了,是吧,是说这些,呃,栽了一些,这个,没有这个文化意义的啊,然后路边栽了一些杨树了,是不是啊,法藤树了,这些就全部砍就,啊,全部砍就化成果树啊,各种各样的果树,全国所有的,这个,这个,呃,耕源,是吧,呃,绿花带,这个小区里面,这个, 呃,街道,道路两包,两边全部是果树啊,然后呢,这个,小区这些房子了,这个,政府写字楼了,呃,商业写字楼了,这个靠南边的,阳光好的,都变,全部变成葡萄园啊,这个就是, 打开窗户就可以吃葡萄啊,然后呢,就是这样的话,呃,确实可以增加20%的耕迹,同时减少碳排放,至少,至少减少10%的碳排放,是吧, 然后这些果树啊,最好栽那些不答应管理的啊,像杀栗子了,是吧,核桃了,不答应管理啊,这个,呃,然后呢,这个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, 减少了这个负担啊,大家是,是吧,这个一年四季啊,方舍输了,什么都有,反正这个水果是遍及都是啊,呃,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不高兴啊,这个,像这个经营水果的,这不好为了啊,但是呢,这个有,关系的国家安全啊,因为这个, 大气壮来,有时候粮食见不来,是个很大的问题,所以说,耕迹是一个国家的生命线啊,这个,极为正有啊,所以说,粮食, 这个我们,是吧,这个领导人都说嘛,这个粮食,我们要用自己的吃到,用自己的碗装粮食,是吧,不能装到人家碗里去,就不安全啊,呃,粮食安全是极端极端正有的啊,所以说我这个方法呢,就是,呃,减便易行啊,这个,呃,解打花洗,然后呢,呃,非常的环保,而且减少碳排放啊, 最,最重要的是,这个,你想你这个水果在能团呃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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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跟大家讨论啊 谢谢